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有關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這兩件事都是關於某些單位跪低的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的領事館跪低了 他們說會配合我們的防疫工作 到底整件事會怎樣呢 待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當然疫情問題也會跟大家再研究多一點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第二個單位跪低 就是高登仙 一個叫高仙電影院 他們打算播放港獨的電影 黑暴電影《理大圍城》 但是在播放之前 他們終於跪低了 就是不能播放了 一件好事來的 詳情是怎樣呢 就會跟大家探討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說一下美國領事館 早前在昨天的時間 文杰很激動 激氣地出了影片 其實美國這些官員來香港播放 總而不配合我們的防疫工作 經過一輪不同的朋友 媒體報導之後 美國領事館終於跪低了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在昨天的時間 官方網站公佈了 有兩名職員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他們工作時不需要接觸中 領事館現在已經關閉了 徹底做一個清潔和消毒 他們說同一時間已經完成了一些接觸的追蹤 領事館就說自從疫情大流行之後 一直遵守香港政府對外交人員和加速抵達香港的檢測和防疫要求 現在所有職員也採取了適當措施 防止病毒擴散 領事館也取消了星期二和星期三所有的一些簽證服務 恢復服務之後就會再聯絡一些本身需要服務的人 都是應該的 然後有記者就問 你們是不是有一些領事人員 就用一些濫用了外交豁免的原因 外交豁免權這件事 就拒絕隔離檢疫 陳肇始就回應到我們的食衛局局長 他說 初步其實有兩宗帝警員的案件確診 這兩個確診是和美國領事館有關的 他說食衛局當局一定要依法辦事嚴肅處理 這些初步確診個案都會視為確診個案處理 包括盡快隔離和追蹤到密切的接觸者 以便安排檢疫 同一時間就是我們這些防疫措施 其實食衛局已經出了一個強制檢測公告 要美國領事館的人因為有兩個職員確診了 所以美國總領事館的人全部都要接受強制的檢測 現在就說經過這件事的報導之後 美國領事館 主要香港的總領事館就說 會全力配合香港政府的防疫工作 那就大件事了 美國人的DNA 哇 今次被我們香港政府收集了 他們大包夾結了 不知道會做什麼出來 會不會複製他們出來呢 那些黃人以前是這麼說的嘛 低能 人家也不會跟你支持啦 美國那邊 因為美國也要做防疫 也要做檢測的嘛 所以現在可以再看回這些黃人的低能程度 究竟去到哪裏呢 早前又說到維蜂沒有用 又說政府浪費資源 現在維蜂 維蜂都兩隻美國人 夫婦來的 一含一類 不要用老字 維蜂到兩個夫婦啦 好不好 你們這些黃人很開心 應該是拍爛手掌啦 好耶 香港政府維蜂工作終於有效啦 真的很搞笑 維蜂然後找到病人是不是應該拍手掌呢 當時我們進行維蜂工作有些時間是找不出病人的嘛 是一件好事來的 證明可以切斷了傳播鏈嘛 但是他們說沒有用 我覺得十分有用 是不是打個比方 打個比喻 做生理檢查發現生理有問題才會很開心呢 不是的嘛 但是這些就是黃人所想的事情 所以這次很開心 找了兩隻病人出來 非常開心 黃人英屋鼓掌 同時擔心 怎麼辦啊 這些美國主子他們的DNA就要被我們香港政府拿了 甚至乎有機會送回大陸了 哎呀這次慘了 這次主支門不知道怎麼辦呢 是不是 有沒有人出來說這些事 有沒有人出來說這些話 好像沒有啊 整班當時他們所說的論述全部都不知道 去了哪裡 關了門 完全不懂得說話 正一垃圾 一去到這些時間 全部封口 隻字不提 好了 再想說一些關於新官的疫情問題 在今天開始 年滿30歲 30至59歲人士 家裡的容工 以及在香港以外求學的人 其實滿了16歲的學生 今天早上9時也可以上網登記 接種新冠疫苗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的開放程度越來越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去打疫苗 讓疫情就盡快完結了 好 接著疫情的事就說完了 我們再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的是一個跪低的事情 就是有一間戲院跪低 這間戲院叫做高登線 是高仙電影院 這間戲院一直都受到杜汶澤的支持 杜汶澤也是非常對他們的老闆 吹捧和刷鞋 這間電影院原本是打算做些什麼呢 原來他們打算在這間開幕 即是他們開幕了不久一個月 打算播一個叫做里大圍城的電影 而這個里大圍城電影其實是一些黑暴港獨的電影 他在說當時他們怎樣可以對抗我們的香港警察 怎樣是令到香港進入一個恐慌的時間 這件事其實引起了很多功倫 亦都引起了很多不同的人士的關注 在想這個所謂的里大圍城是不是 不是應該要播出來去宣揚這些黑暴行為 絕對不應該 早前高仙電影院 以前 之前 都還在支持 但是他在昨天打算播映前幾個小時 終於停止了播放 他就說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就取消了他們打算播放兩場的里大圍城 現在正在安排退票的安排 這件事是正常的 因為相信 首先大家知道高仙電影院的取態之後 以及有什麼人支持之後 你們會不會去高仙電影院看電影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但是 我一定不會文傑 一定不會去高仙電影院看電影 他送票給我都不會 送錢給我都不會去看 這是文傑的原則 他們在Facebook發文 李大圍城的發文 影二致影院 什麼呢 然後就說這個電影不能夠在大銀幕播放 就是非常之 不開心 但是理解的 亦是多謝高仙電影院嘗試播放 就說現在這些 紀錄片是非常之少的 希望把真實的東西 拍攝好給香港人 關什麼事 真實嗎 你有沒有 錄影到 一些黑暴 他們真真正正破壞香港的 情況 根本上 沒有 他們只是吹奏黑暴 吹捧黑暴 他們的 想著幫他們 好像是令到他們有風高遺跡 形象出來 所以根本一件事 是有問題的 很多網友 都很支持 就說 起碼你們有嘗試過 多謝曾經努力 然後有人說不會退票 一億他們說這張票有歷史價值 我不知道有什麼歷史價值 但是一定是 這個電影是不應該拿出來的 這個電影其實在說什麼呢 其實這個電影根本上是美法反修例暴動的黑暴 也是煽動對抗警方和對抗我們的特區政府 散布一些仇恨仇恨國家的情緒 其實早前《文匯報》也說了這個電影到底有什麼問題 而這個電影裡面基本上是記錄了一些嚴重的犯法犯罪行為 包括了一些使用的武力和一些巨殺傷力的武器的鏡頭 全部的意識都是不良的 還有就是違反了我們的電影檢查條例 和港區國安法 全部都是有嫌疑的 也促請電檢署依法去禁播這個電影 以免顛倒是非黑白 荼毒我們的社會 其實這個電影在早前去年7月份的時候 電影的報刊 報刊辦的通知書 書面通知評論要求加入警告字眼 影意志要撤銷這個 影片送的送檢的申請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電影院願意播放這些港獨的電影 同年去去年9月 他就把這個影片送到電檢署再申請 由於對方 未能夠真正正正去申請和修改 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些問題存在的 去到放映會當日 即昨天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 已經送到電檢署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電影報刊辦亦都說 這個電影院多次提供錯誤的版本 所以去到下午的時候 才收到一個正確的版本 可以給他播映 即是一個播映的核准書 但是播不播映 就是哪一個決定 就是一些電影院裡面的決定 電影院都要想一想他們的前途問題 我不知道 總之他有這樣的意識去播這個理大圍城 我本身就不會再去這間電影那裡光顧他 還有他發行的所有電影我都不會再看 還有他其實之前是幫過杜汶澤發了很多電影 亦都是幫杜汶澤賺了很多不同的錢 所以我是不會不會光顧他的 所以 如果這個電影真的放映了的話 我不知道人家會不會跟他 不續約 不續租給他 即是不給他租 亦都是不知道社會有什麼輿論 但是他打算播放這件事已經有很多輿論的時候 他們現在殺停 我覺得都叫做懸崖立馬 但是我都不會光顧這個高纖電影 大家就自己決定吧 我這個講話內容其實就不包含有些建議你們去 建議你們不去 的一個意識傳達 只是說文潔自己的個人意見 以及個人取態的 好嗎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在節目完結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